今年天災價是要向疫情的影響 說中國大陸這邊的中藥財 價格明顯上漲 大陸媒體就報導說 其實大部分的藥材 都在漲價的行列當中 名貴的藥材更是翻倍調漲 而跟中國進口藥材的臺灣 我們也是受到連帶波及 中央行業者他們也不太敢講太多 只好自己來苦撐 而今天剛好是二十四節期當中的立冬 那民眾也想要步步生子 結果就發現這個藥膳 滿湯必備的黃旗當歸都變貴了 荷包大失血 將熱烏乎的藥膳湯頭淋在軟嫩雞肉上 飄出陣陣香味 立冬到了中藥店特地準備白碗雞湯 讓民眾補補身 但有民眾想買藥材自己熬 卻發現荷包縮水了 好像每個藥材都 我基本上我知道都是對我在漲 薪水沒太漲 可是什麼東西都在漲 民眾直呼 漲價很有感 實際算一算 除了藥膳湯必備的黃旗 跟去年相比 三十克漲了五元來到三十元 就連當歸也從四十元飆到五十元 另外黑藻更從八元變成十元 通通漲了兩成左右 中藥行業者坦言 因為中國藥材漲價 連帶影響到台灣 不敢太過反應在售價上 成本大都自行吸收 而其實在中國 除了動物類的中藥材 漲幅最明顯 名貴藥材像是舍香 熊膽等 通通翻倍漲 其中天然牛黃一公斤 就藥價約一百六十八萬臺幣 相較四年前 漲了快四倍左右 中藥行業者分析 恐怕和疫情有關 因為疫情沒有辦法正常的進出 所以人力它也少了 反應在那個售價上面 成本上面 根據陸媒報導 中國本地生產藥材受天災影響 價格猛漲 動物類則是疫情關係 中國嚴控通關緩解 進口量大減 導致貨源不足 不過台灣目前貨源沒有太大影響 成本變貴之下 只好苦撐 就盼疫情緩解 能鬆口氣 記者何仁凱 劉慎大報導